嗨 很多小伙伴就说想听Lenzy来聊一聊 跟商业金融相关的一个书单分享 这就来了 老实讲 我觉得现在好书真的是挺难遇到的 所以我这个书单的量也不大 就不会像你在哪看着一个书 好几十本书 然后就想让你去收藏 你说那么多书 你也不知道那个人到底是真看过还是没看过 对吧 我今天分享的虽然很精简 但是是我自己读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很有帮助的 而且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适合什么样的人读 对我到底有哪些帮助 第一本叫做When Genius Failed 中文叫做拯救华尔街 中文版封面看着有一点 但是书本身是好书 我刚进华尔街工作的时候 就让老板给我推荐一点书 想要增加知识 我老板挺爱读书 他给我推荐的第一本书 就是这本书 但它不是讲一个衍生品 怎么操作怎么交易 或者很树立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本故事书 就这么薄 两三天就翻完了 它讲的是个什么事呢 就是90年代有一个特别有名的 对冲基金叫LTCM 就是传奇级别 里边都是一些诺奖级别的大佬 主要就是做一些衍生品和量化的 交易策略去套利 一开始都保持着神一样的收益率 然后突然就垮台了 甚至拖垮了整个华尔街 让美联储都降息 就为了就这么一个基金 这么个故事 他的作者是一个 Wall Street Journal的专栏作者 然后之前也有基金的工作经验 所以里边还是有很多业界的视角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 为什么我老板给我推荐 因为我是做衍生品的 在上学的时候 你学的衍生品的知识 大多数都是特别理论 就知道什么Delta Gamma Vega 但是这本书真的是帮你打开了 华尔街真实世界的大门 你就看到了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杠杆又大风险又高 环环相扣 一环崩环环崩的这么个事 其实我老板还给我推荐了一本 跟衍生品相关的书 叫Dynamic Hedging 它是黑天鹅的作者 另一本关于衍生品相关的 就是交易的著作 那个就特别竖理 但这When Genius Failed 这就是个故事 所以如果你想了解一下 华尔街的那种真实的残酷 风险收益 和对冲基金交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一睹的 然后类似的 像比如说08年 讲08年金融危机的 有个叫做Too Big To Fail 那个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 以他的视角去写的 那也挺精彩 反正这些就是又经典又精彩 如果你要是懒得读书 也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我八成 之后我还会做一期 来专门讲讲这些故事 看着咱就慢慢拔着 第二本就是巴菲特 治股东的信 叫The Essays of Warren Buffett 这本书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 一个教授 他根据巴菲特 50多年治股东信 还有他研讨会上的一些 这种价值投资的分析框架 整理出来的 我们知道巴菲特 他不是那个Bershire Hathaway 那个投资公司吗 每年他都会亲笔 给股东写一封信 然后分析今年都发生了什么事 已经持续了50多年了 所以这本书 真的是凝聚了一个 智者50多年的 智慧精华 他从公司的运营 然后股票 还有一个公司的 其他投资标的 会计准则 会计方法都会涉及到 而且讲这些信 都是巴菲特写给股东的 就不是一个 写给专业投资人 那种口吻 你可以说他是说人话 所以大家其实 理解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他特别善于 去挖掘底层逻辑和本质 你想巴菲特 都投资投了一辈子 他说的那些话 真的都是 切中药还看到的 本质的问题 就有一次 我自己想查一些 跟做空相关的东西 我查了一堆 满脑子就是 感觉乱乱的 正好我就看着 有个视频 巴菲特股东大会的时候 有个记者就问他说 你怎么看做空 巴菲特上来说 做空量小 做空有达空 short squeeze的风险 做空借的成本高 哗哗哗 就那么几个词 你就感觉 我好精辟 踢不灌顶 就真的是你查的 那些巨量的资料的 一个非常精辟的总结 而且其实说实话 很多人可能说 巴菲特的投资智慧 或者怎么样 但我自己看完这本书 让我印象更深 或者是感触更深刻的 是他一直在传达的一种 非常正能量的 就是商业上的价值观 就告诉你 怎么样去坚持长期价值 怎么样在商业的当中 去做一个好人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震撼的 虽然我们比如说 你步入社会 步入职场 你看到的公司 99%都不是那样的 当然有客观因素 人为道德因素 但我感觉在 你建立认知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大师 告诉你什么样 应该是被提倡的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第三本叫做 魔鬼经济学 英文叫Freakonomics 这个是我在上本科的时候读的 我觉得是一个 算是经济学的那种 比较启蒙的 发掘你兴趣的书 它里边就通过一些 很有意思的问题和例子 帮助你理解一些 商业现象 最后的经济学的原因 里边有个 我印象还挺深的例子 就是说 美国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犯罪率很高 然后八九十年代 突然就大幅下降了 当时政界学者 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都开始自己抢功劳 后来作者研究 就发现 其实这个事很大程度上 是跟1973年 就是在犯罪率下降的 十几年前的 堕胎合法化是相关的 你说堕胎合法化 导致了犯罪率下降 就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 然后作者就从一些 很有意思又不枯燥的角度 从经济学背后的原因 加上数据的支持 去给你分析 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发生 就比如他会分析 你说游泳池和枪 到底哪个对小孩更危险 家长对孩子 教育意义到底有多大 毒贩这么危险的工作 你觉得他肯定挺赚钱 去把人们的行为 背后的一些动机给拆分开 比如说有经济动机 有道德动机 有社会动机等等 然后去分析背后的原因 这样就让你会理解 从经济学的角度 为什么会产生一些商业现象 经常这些问题 最后作者得出来的结论 都是你反直觉的 这本书里头讲了很多故事 我觉得当个故事听 也挺有意思的 其实你看着看着 你也不一定说 这书里的结论就一定是对的 但我觉得你跟着它思考 其实培养的是一种 你的思维方式 不用说人云亦云 或者说别人告诉你 一个什么观点 你就全盘接收 你可以自己去思考 然后看看这个事 到底是不是对的 类似的我还听说过 有什么牛奶可乐经济学 包括最近很火的 薛兆峰的经济学讲义 这两本我其实是没看过 如果小伙伴有看过 觉得这两本怎么样 也可以在评论区踊跃讨论 好 下一本书叫 《原则Principles》 这个书的作者 就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 桥水基金的创始人 瑞达林 我在视频里经常提到 这个金融大宝 也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一个人 所以我才去读了这本书 这个原则就是 瑞达林 结合他自己的故事 去讲他在生活当中 和工作当中 去遵循的一些原则 这个书没有说 一个特别主的主线 里边就是一些 它的一些原则 为什么这些原则 背后一些分析 故事这些小碎点 但是你在读的时候 就感觉 这个说的真对 这个说的真好 这个说的 给我了启发 这种感觉 比如说他讨论到 个人成长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 怎么样一步一步 去达到自己的目标 就开始设定目标 然后你怎么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 得到方案 去执行 在一个劲 这么不断的循环当中 去自我提升和自我成长 这里边提到的 有一个观点 给我触动挺深的 就是那种开放式的思维 叫open minded 他就讲到说 你要想完成自我成长 要真的想做成事 就得对自己有那种 极度的坦诚 是极度的坦诚 不给自己的错误 找任何推诿 任何借口 就是去直面解决方案的 这么一个思维方式 我知道这个事 你听起来可能觉得 这有什么呢 这个道理我也懂 但他就用他自己的那些例子 给你真的诠释了 他是怎么样一个 极度的 就是stick to the principle 的这么一个人 包括他自己的 那个桥水基金的 公司文化就是这样 他有一个词 叫做radical transparency 就是极度的公开透明 所有话 都得放在明面上说 他自己还建立了一个 就是彼此大分的那种体系 就很多人觉得 这个企业文化 特别的残酷 就完全待不下去 但是那种很自信 很愿意自我成长的人 其实在这里边 是还挺适应的 而且你说他确实 就把自己这公司 就利用他这个原则 做到了全球最大的 对冲基金 你就不服不行 对吧 然后这原则里边 还有很大的一部分 他探讨了一些 关于人们心理学 或者脑科学的一些成分 他为什么要有这些原则 因为他不管在生活 工作 包括投资当中 人们的心理 或者说大脑 潜意识里边 是有很多非理性的东西 所以他需要这些原则 让自己能够客观的评价 然后做出理性的决定 到底都有哪些 非理性的呢 大家要感兴趣 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就关于非理性这块 我个人感觉还挺有意思 大家如果感兴趣 可以就随便搜一搜 那种行为金融学 或者行为经济学相关的书 你不用管是哪一本 因为其实他讲的内容 都差不多 就会讲一些 心理学的这些偏差 或者是情绪 怎么样去影响 人们的投资决策 商业行为的 比如说你会过度自信 你会有一些羊群效应 就是从众心里 再比如说锚定效应 就比如说我告诉你 这瓶水五块钱 然后我拿一双球鞋 问你这球鞋多少钱 和同样的一瓶水 我告诉你 这瓶水二十块钱 再拿同样的球鞋 问你多少钱 你第二次给出的答案 八成会比你第一次 给出的答案要高 因为就是那个水 本来跟这球鞋 没什么关系 但是它那个价格 就给你心里 有一个锚定效应 这是一个例子 这种相关的例子 会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如果说 你想了解金融 了解人们的商业行为 或者了解投资 你前期知道 人们有哪些 非理性的心理 才能帮助你 做出理性的决策 所以行为金融学 大家感兴趣 也可以了解一下 最后有些朋友 问我说 推荐一些 想学宏观的书 但我个人感觉 宏观这个事 真的是太复杂了 这里边又涉及到 利率 汇率 外汇 货币 什么期货 黄金 还有这种 国家的经济 政治 整个这些东西 反正我到现在 还没看到哪一本书 说真的 就讲了替惑惯惯惊 让我一看这本书 就觉得我宏观经济学 入门了 所以最后 推荐的也不是哪一本书 就是你可以多 看一看小林的视频 然后增加一下 自己宏观 金融 经济 商业方面的 这个sense 就非常好了 我感觉我没推荐 这些就是 我自己的一些读书分享 老实讲 我也不是个读书人 所以没办法给大家 就是每一个类别 对比一堆书去罗列 所以我只是分享一下 我觉得 对我比较有帮助的书 如果你感兴趣 也可以读一读 然后但我觉得 这个视频好处就是 大家如果看到了 对这些书感兴趣 都可以在评论底下 也留言分享一下 自己觉得有帮助的书 然后我们做个信息置换 对吧 这样就资源更好的利用 用经济学的思维思考问题 大家如果有其他感兴趣话题 也欢迎随时给我留言 多谢观看 团柿 多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